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歡迎各位繼續回到 第七屆世界青年佛學研討會的現場 謝謝各位 接下來馬上要出場的是 我們今天第二位的主題演講的嘉賓 路易斯·佛艾特教授 Professor Vett is a director of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Ecology one of the largest institutes of the 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and professor of evolutionary ecology at Wacheningen University Vett was awarded several international prizes for her research on planet insect interactions delivering basic knowledge for the strategy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agro ecosystems she also published more than 200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路易斯·佛艾特是荷蘭皇家藝術科學院 最大的研究所 荷蘭生態研究所的所長 也是荷蘭瓦赫宁根大學 進化生態學的教授 荷蘭皇家藝術科學院院士 佛艾特教授在植物昆蟲關係方面的研究 為可續性農業生態體系 奠定了基礎 並為此獲得了多項國際的獎項 那麼她在國際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包括兩百多篇呢 佛艾特教授 佛艾特教授 佛艾特教授在生態學和進化學方面涉足廣泛 並致力於促進生態學與經濟學間積極互作 那麼她也擔任多個荷蘭與國際組織董事會和委員會的成員 包括荷蘭生態研究所的主席 歐洲科學院科學顧問環境指導委員會的成員等等 那麼她的人生名言是 人類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破壞是一個設計問題 讓我們從大自然38億年的成功自然設計當中吸取靈感 將我們的線性經濟轉化為循環經濟 那麼今天她要演講的題目是 依托生物多樣性構建循環再生型經濟 接下來掌聲有請路易斯芙艾特教授 Welcome, Professor Vett 歡迎 Well, first, of course, I want to thank the wonderful organizers of this beautiful conference for having me speaking here. I'm very happy that I can speak here and I hope that I will leave you happy as well. 首先,我非常感謝昨午會邀請我來參加這次盛會 並且發言,我希望我今天演講能讓大家開心 and I'm also very proud to have my husband here and my youngest son who was very proud to carry the Dutch flag 很高興跟我同來的還有我的先生以及我的兒子 他是昨天在台上舉旗的那位年輕人 but before I start, I want to give you two minutes of inspiration 在我開始之前,我會給大家一個兩分鐘的這樣的一個啟示性的一些問題 請問一下 Some call me nature Others call me mother nature W dol亂有時候 I've been here for over four and a half billion years 22,500 times longer than you. I don't really need people, but people need me. Yes, your future depends on me. When I thrive, you thrive. When I falter, you falter. Or worse. But I've been here for eons. I have fed species greater than you. And I have starved species greater than you. My oceans. My soil. My flowing streams. My forests. They all can take you. Or leave you. How you choose to live each day, whether you regard or disregard me, doesn't really matter to me. One way. Or the other. Your actions will determine your fate. Not mine. I am nature. I will go on. I am prepared to evolve. To be worth every day. Of you. Are you? S So, when we look at the next slide, we see these rising lines, this exponential curves.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幻灯片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些上升的曲线 最显眼一条就是我们所经常提到的国内生产总值 它指的是各个国家我们所生产的经济总量 这不是唯一一个衡量我们是否成功的标准 所以我更愿意来回到第四人布丹的国王 他所提出的国民幸福指数 来看看这是我们成功的另一个标准 这也是同时泰王提出的一种理念 我们提出的理念叫适足经济 我们只要足够我们生活就好了 我们不要过度的消费 为什么是这样呢 在我看来目前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非常合理的 它是一种线性的模式 就是我们首先会发掘资源 然后把它制造成产品 最终的用完把它扔掉 废弃掉 因为我们消费的太多了 今天的地球上有100亿人 如果每个人都希望能够维持像荷兰人这样的生活标准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3.5个地球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 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把这一切搞得非常糟糕 而是因为我们的资源正在枯竭 这个地方呢我们说引入了个生态学家 他们做到的事情呢是研究地球上的生态 这个图片上我们看到的是呢 人们把非常美丽的亚马逊的热带森林烧掉了 用来呢开垦成为一个种植园来种植大豆 但是呢事实上是自然给予了我们这些非常珍贵的资源 但是因为我们是免费的利用这些资源 所以我们没有意识到它的稀缺性 我们需要这样的生态体系 它帮助我们生产出了 生产出了我们需要的物品 它呢进化了水质 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有一个组织 它呢制力于使我们呢更加的明白或者彰显自然的价值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张图上的例子 这呢是红树林 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呢其实可以适用金钱来衡量它的价值的 因为它呢首先为鱼类提供了或者我们可以养鱼提供了一个躲藏处 同时它是可以储存碳 还可以进化水质 甚至保护了海岸 另外呢大家从上面可以看到是我们需要一些兽粉的媒介来为作物兽粉 它能产生了巨大的价值 我可能在你们看来是上一代人 你们是新兴人类 或者你们将要铸造一个新的世界 但是你们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 我告诉你们该怎么去做 我们需要做出改变 对整个的体系做出改变 但是我们从哪里来获得这样的知识呢 其实一切都是自然教给我们的 自然已经在这里存在了38亿年 它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所以我认为树林 我会给你几个树林的课程 几个树林的课程 这是非常像佛林的课程 因为自然是一个系统 然后在自然的系统 今天作为一个生态学家 我会给大家从极点方面 给出大家一些知识和建议 我们是一个佛教的这样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论坛 这里我要告诉大家 自然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这里呢 其实跟我们的佛教的观点 其实它是互相辉映的 这里提到了我们说 自然之间它也是有多样性 并且是彼此互相连接 互相协作 并且是互相依存的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互相连接的 比如说我们在制造食物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水 我们卷取了太多的资源 这样破坏了生物的多样性 生物之间或者整个世界自然之间都是互相关联的 所以要想形成今天我们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循环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系 我们需要从三方面来着手 第一方面我们是形成一个循环的体系 第二个使用太阳能 第三尊重生物的多样性 我们来看一下 自然中间它本身就是一个循环 首先我们说低等的植物被动物吃掉 动物死后会分解成微生物 这些微生物又会来滋养土壤 最终呢植物从这些土壤中吸取养分 所以在自然当中其实不存在绝对的我们说 没有利用的废品或废物 所以为何我们不做这样 当我们制造我们的材料 那为什么我们不像自然学习呢 我们一做一样的事情 就是我们对资源进行循环利用 不要把它呢用完当废品来丢掉 而是让资源保持它原本的属性 比如像要尼龙用完之后还是用尼龙利用它来做别的事情 让金属去用金属来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循环经济 它里面包括有生物的一个循环和技术方面的 我们的不断的资源的循环 用三个词来概括的话 指的是我们要减少资源的消耗 并且再次利用 然后呢再进行循环 但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是对原来的模式修修补补 而是我们需要一场新的变革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减少破坏并不等于你做了好事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先制造了问题 最终才去解决问题 这样一种寄希望于末端质疑的方法是不合理的 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智能的设计 这里我们有一个记录片 它有一种叫设计叫做 从摇篮到摇篮 而不是我们从传统的一个产品 从生产出来到坟墓 这个记录片发行以来呢 很多公司从中受到了启发 因为这个呢 帮助他们找到了他们生产的产品的周期性 使它更长一点 这个时候呢 我们寻找的是创新 或者是说 我们在寻找一些其他的价值 它包括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 而不仅仅是经济学方面的价值 根据呢一个大公司叫麦肯锡公司的调查 仅在欧洲每年这样做呢 就可以减少三千四百到六千三百亿的 Euros sorry Euros or Dollars American dollars 三千四百亿到六千三百亿美元的材料成本 So we need new business models where we don't want to own something anymore but we share Why do you want to own a light? You want hours of light So OK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我们很多时候不需要拥有一样产品 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它所提供的服务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分享呢 比如说 我们呢 其实买个灯泡 更多时候我们只是需要它来照明 我们不需要拥有一个灯泡 So many many products like a carpet you don't want to own the carpet you just want to have carpet and then you actually it's like a leasing concept right 这个就像是我们的租用服务 很多时候你不需要购买这个产品 我们只需要它所提供的使用价值 我们可以租用它 And we have to go to very interesting smart process integration where the waste of one company is can be used by another company For example when you make beer you can actually use the left the the yeah it's what you have from the grain you can make bread out of it 比如说呢 很多时候是另一种思维 我们可以把一个公司生产的废料 可以作为另一个公司生产的资源 举个例子 比如说就啤酒厂的这个酒糟 用完的废料 可以对于 可以用来制造面包 And it's a very nice example where you see people planet profit from this company interface because they pay they make carpets and they pay their workers that have no income in the Philippines and west africa to collect the nylon fishnets from the coral reefs and then they make the carpet for you know for their carpet so it's very much a planet profit people yes 这里有个 这里有个很好的理念 它称之为 人类 地球 和利润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就这个公司叫 interface 他们是一家生产地毯的公司 他们就雇用工人在非洲 把这个废弃的 尼龙 这个质地的渔网 废弃的渔网 收集起来 然后用它来制造地毯 and you see other solutions that you know starbucks probably for your coffee but they also have waste and they make totally different products from that 大家可能知道的 另一个例子 是星巴克 可能你到这个地方 就是去喝咖啡 可是你不清楚的呢 是这些咖啡的非料 其实可以是被用 可以用来制造 其他的产品的 and small companies too we drink coffee but that is only 0.2% of what we use and all the leftover grind of the coffee can be used for high protein mushrooms so you can do more with it 其实我们在制造咖啡的时候 只用到原料的 0.2%的作用 其实咖啡的肺渣 是可以用来 那个 就是我们说看到这个图片上 是可以用来养香菇的 这个香菇有很高的蛋白质 燃养价值 and this is being done in California and South America and everybody can actually do it and start a small business that way Coffee everywhere 好的 而且在很多地方 比如加州 还有南美的很多小公司 他们已经开始着手 做这样的项目 用咖啡的肺料来 这个种植香菇 OK I'm a scientist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we need all scientists to go for a circular sustainable circular impact 我是一个科学家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认识到 我们需要科学家来参与到 其中我们来建立 构建一个这样的 循环式的经济 we need not only look at the technology and the system but we need circular business models we need the economists we need the sociologists that look at consumer behavior and we need people that study the governance and the transition towards new rules and regulations so we need all scientists together to achieve this 其实它是需要各个方面的合力的 比如说首先它是需要一些 我们说科学家或技术人 建立这个体系 同时我们要建立 这种新的商业模式 还需要经济学家的参与 甚至于社会学家的参与 他来分析人们的消费行为 甚至于还有一些 社会领域的管理人士 他是负责政策的管理法规 以及研究他们所产生的影响 大家会说 那么这样的情况 可能会消费到很多的资源 或能源 but we have a lesson from ecology nature uses the sun for its energy and so should we we should and when we have a look we see a big revolution in solar cells in efficiency and in return on investment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说 其实大自然是很好的利用了 太阳的能量的 那为什么我们也不这样做呢 所以现在有一场新的革命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太阳能的利用 and a nice thing is that we can bring energy to the people we go from central to local very remote places can have solar energy 现在一个很可喜的进步是说 以前的话 因为教授给我解释过 就是我们用电什么 都是在集中很大的发电厂 从中心运到各个地方去 但现在我们可以把能源 在本地化进行生产 and it's not just electricity from these blue things on your roof the sun doesn't always shine so you can you must be able to store it and that is exciting science at the moment 它不只是你家屋顶上那个 发着光的太阳一照 那个太阳能板 其实在这方面现在 还有很多的科学研究和应用 so because when we do have solar energy this is for the technologists among you we can use that solar energy to split water in hydrogen and oxygen and then we can actually store it you translate this first 这个时候太阳能的作用是在于 我们可以用太阳能 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 接下来呢 我们把氢气储存起来 and then we can store the hydrogen and actually use it to produce electricity for example in our house when we need it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氢气来发电 可以来为我们的房子 为我们的家庭来供电 ok now we see companies that see this for the future for example honda that makes a hydrogen car and during the day it's connected let's say also to your house and then you can actually use the hydrogen that is stored in your car again when you need it in your house 这个呢 能源它说 其实有些公司已经看到 这样的发展趋势 比如说本田公司 他们已经有这样 以氢能源的汽车 他们可以储存氢 然后把这个最终产生的电呢 再送送到你的家里 等于是用你的汽车 来给你的家庭供电 and I truly hope and we see it happening starting in Indonesia for example the electric motorcycles must come up I think it will be yeah electric motorcycles if you translate that 但是看到一个图片上 我们是在尼尼西亚 有这种发电动的 这个摩托车 okay and I think it will not only change your health but the health of many many people if that is changed to electricity 如果呢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 刚刚说的这个交通工具 变成是电能了 那么它呢 会不只是改善我们的健康 而且可能拯救 全世界很多地方人们的健康 和空气的质量 Now I can talk about more energy but I want to just finish energy part with this slide because there are many bio-inspired systems to make energy we can use the sun plus CO2 as a building block for many many things also including fuels etc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关于这个仿生技术 其实在制造能源方面 有很多这样的技术 我们今天只谈到这里 比如说我们会用太阳能 和二氧化碳 它能结合起来 用于很多的制造方面 and that brings us to a bio-based economy 接下来呢 它就把我们的思路 引向了我们说 一个生物主导的经济体系 in a bio-based economy we want to use renewables something that can the earth can produce in fact for chemicals for materials instead of oil 所以呢 这个是 excuse me one second can you elaborate well we want to change from using oil as a source to renewable like plants biomass everything that the earth can produce right 以前的我们是用化石 石油来做我们的能源 以后呢我们可能会用一些 比如说植物 或者一些生物的产品 来作为能源的供给 but please don't use it for large scale energy because that's what we have the sun for and I'll show you why in the next slide 但是呢请大家注意我们刚刚说的这样的科技 请先不要用于大规模的能源的利用 因为我们主要其实是寄希望于太阳能来进行这样的能源的 so if we have biomass let's say let's say biomass from agricultural areas we can do a lot of very good things with it and it some for some things we need a small volume for others we need a large volume I'll show you 我们来看一下说在很多农业地区 很多的生物的物质 我们可以加以利用 大家来看一些例子 so what we should do is maximize the biomass resource use because if we use it for low value as energy we're going to take away way too much from this planet 如果呢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 我们呢把它的功用价值利用到最大化 比如说 有些的这个价值它很低 但是它可以产生很大量的生产 这样是非常不合适的一种能源利用方式 yeah we call that cascading cascading is to get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highest value products out first 我们对于这个能源的利用 对它价值利用 我们这里有个排序 就像是一个层级的排序 从它的价值最高到最低 有个序列 and we can also find other ways of using biomaterial for example use these in sometimes very nasty invasive species that produce resources that we have to get rid of 很多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科技 来去掉 去除掉一些 入侵性的 一些这样的物种 okay using an invasive species like this this is a company in the Netherlands that's already doing that using an invasive species as a source for biorefinery 就是他们会把这些 大家来看一下图片上 这是一种入侵的生物 它生长得很快 荷兰现在有一家公司 已经利用这种 它把这个作为一种来源来生产 或制造了一个生物精炼厂 and we also have other sources of waste I realize maybe here too you have a lot of food waste or green waste from your garden and this is from a PhD student from Wagening University who found out that you can actually make the building blocks to make all kinds of things like products like plasticizer nylon paints preservation from your food waste 关于我们说这个食物的残 就是我们每天的食物的剩余的 这些食物残余 还有一些比如说来自于 花园里的这些废气物 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加以利用 在瓦亨尼康大学 有个博士生 他就有这样的一项发明 他们呢 发现可以将这些绿色的废物 分解成一些这样的建筑的器块 用于制造一些新的物质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生物提炼厂呢 我们可以把以前我们说扔掉的烧掉的 这样一些废气物呢 在重新提炼里面有价值的东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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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hen I would like to go to A third Requirement And That is Respect Diversity In nature Everything is based on Diversity I give you an example Your children Are All Different If they would be All Equal Genetically And A disease Would Come By They 他们会全部都掉了 所以你混合了父母的DNA 你会获得你自你自然 和你自然自然 这当然是 尊重重量的 这里给大家举了个例子 提到第三点 我们提到这里要尊重多样性 其实自然里面是充满了多样性的 博士给大家举了个例子 这里说 比如说作为父母 你都清楚 如果您家里有几个小孩 其实每个小孩个子都是不一样的 是吧 如果你现在假设 你们家几个孩子 基因都完全一样 那么这样很容易 如果有一旦 有一种疾病来的话 那么可能他们都挡不住 然后就 一个都留不住 所以的话呢 这也是一种 生物的多样性 保证了它可以使它的 这样的一种风险 可以分摊下去 Exactly it makes the system more resilient and I think we lost a lot of that but in our conventional large-scale agriculture it's a monoculture it's all the same and it's to maximize production and maximization of production is just one ecosystem service and because we focus on this one ecosystem service of maximization of production we lose a lot of other ecosystem functions 正是因为呢 我们只专注于最大化产量 所以呢 其实我们失去了 很多重要的其他的生态系统的价值 and science has given us a lot of insight in how that works in nature in nature we see interactions connectedness between above ground and below ground between plants crops and neighbor plants in landscape elements between around the field 其实科学家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就是自然是在这方面 怎么样起到作用的 就像我们图上看到的这样子 其实植物 地上 地下 彼此之间 和整个这个区域之间 它们都是互相关联 互相影响的 大家知道吗 其实地球上最大的一个多样性生物体系 就是我们脚下的土壤里面 我们会给大家一个例子 这些小的物体 和 其他多的生物体系 都在地上做这些作用 而且因为它有这么多的功能 例如 它为植物的充分 其实这里面我们提到来看 在土壤里面的很多的小动物 甚至是一些症菌和细菌 它们都做出了 为这个土壤的多样性 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它们呢 把这个营养物提供到 输送到植物当中去 它呢 首先是可以保持 使它的土壤保持它的结构 并且可以把水留存住 而且它可以帮助 它可以帮助这个植物 甚至是农作物呢 它可以抵御病虫害 和其他疾病的侵袭 这样我们就不需要 一些人工的这样的杀虫剂 同时呢 它会分解这个污染物 来带给它呢 这些新的一些抗菌的这样的一些成分 我们来的这个地方 首先提到就是这样的话 使得整个体系它的恢复力 面对疾病和灾害的反弹力 恢复力是更快的 现在我们做一个对比 就是传统的农业和这个有机农业的 这个差别 那么有机农业在这方面 它的生态体系就是更加的多样的 ok so a future system here we compare on the y axis we have relative production so the production of our agricultural system maybe you can translate that 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的产出量 就是传统农业和有机农业产出量的对比 and we see that in time over the world we see that conventional agriculture is actually producing less and less because of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soils 带来看一下从这个图上 这个传统的农业种植方式 它的产量其实随着时间的不断向前 这个产量是越来越低的 因为土壤呢 已经指地是越来越 越来越在不断的 土壤越来越差了 and still we have a yield gap now between organic agriculture but we have a lot of knowledge ecological knowledge that we can increase production in organic farming 虽然目前看来 似乎这个有机农业的产量 还是跟不上传统农业的 但是随着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 生态知识的积累 那么在未来的话 这个有机农业的产量 一定是可以跟得上 或者说超过目前的传统农业的产量的 so that will be the challenge for people here that study agricultural sciences is to use ecological knowledge on how nature works to actually optimize the system optimize all the ecosystem functions 所以呢这就是今天在做的各位 也许有同学是学农业科学的 那么这对你们提出的挑战 那么我们通过学习呢 自然是如何来进行运作的 来更大程度的优化 这个有机农业产业未来的发展 and it's very very necessary because right now it is estimated that up to 40% of the world's agricultural land is already seriously degraded that's twice the area of China 其实这样的是这个必要性 是迫在眉睫的 因为据估计呢 现在全世界的 已经有40%的土壤 都已经严重退化 这几乎是中国面积的两倍 and to bring it back to our bio-based economy where we also ask the planet to actually give us these materials we must realize that the bio-based economy is the biological cycle we have to return material to the soil for that soil to remain active 这里面呢是我们说讲的生物经济 最终呢是说 以前我们都是总是让地球来给我们提供物质 现在的话呢 依托这样的生物科技 或者生物经济 我们最终将物品在回归到土壤当中 让它进行循环 OK but there is hope because even degraded soils we can do something with and we in the Netherlands we started a foundation called common land and I want to show you something there there is hope and there is hope because we have to start working maybe first say there is hope OK 即便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 就是我们说土壤在不断地退化 但是依然是有希望存在的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个短片 现在呢有怎么样的技术革新 and we have to start building biodiversity business we have to start working with nature not against nature biological control of pest insects is working with nature chemical control is working against nature 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呢 我们现在是要与自然合作 来进行疾病 或者是说这样害虫的预防 而传统以前的人工的化学肥料 我们是跟自然在作对 抗争的方式 对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OK so I want to show you another two-minute animation about how we can together regenerate soils that have been degenerated the world once there was plenty of space but the population is rapidly increasing and people are consuming more and more that has a big impact on our environment and ecosystems a quarter of the once fertile land on earth is now dust and sand as a result of human activity the quality of our future depends on our ability to change these developments the good news is it can be done with landscape restoration that's more than just the recovery of land because a landscape is also a community people can revitalize an area an economy that restores and uses the landscape with sustainable business cases that's the goal it all begins with inspiration with a new future perspective for all those involved and a common plan for restoration of the landscape from this jobs are created and that leads to social bonding and for example education and security restoration also leads to the return of natural capital such as biodiversity fertile land water and a stable climate that attracts financial capital first as an investment later as a return this is what we call the four returns return of inspiration return of social capital return of natural capital and return of financial capital to achieve these four returns we develop three landscape zones a natural zone in which biodiversity is restored and maintained a combined zone which is rehabilitated with farmers working the land and an economic zone for sustainable business activity it takes an average of 20 years in other words a generation to restore a landscape if we start now we will create the basis for a different world this is what inspires us we can see this very nicely in a beautiful film made by a chinese-american john liu so just google lessons from a loose plateau 这里呢 我们大家看到 这是我们 so you see ok 刚刚他提到说 这里其实是有个项目 是一个中国的黄土高原的 这样的一个水土的 这样的一个恢复项目 他说是一个 美籍的华人 他叫John Liu 大家来搜索 the name of it is John Liu I mean this project L.I.U. Yeah Lessons of the List Plateau 就是我们说 从黄土高原当中 我们所学到的知识 或者我们所得到的教训 大家可以搜索 这样的一个 It's on YouTube 在YouTube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资源 Yeah The Lest Plateau is the crad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s about the size of France and it encompasses 640,000 square kilometers and they they actually did this project from 1994 to 2005 and I want to show you 4 pictures of that 这个呢 大家来看一下 图片上是中国的黄土高原 它呢 是大概的面积 相当于法国的面积 它呢 整个的大概是 64万平方公里 它呢 是在黄河的 上中游的区域 整个呢 这是这个项目 整个关于这个黄土高原 的这样的水土恢复项目 是在1994年 到2005年期间的 接下来我们会看 4张图片 so this was in 1994 and this is in 2005 大家看到了 这个明显的变化 第一张图片 一片黄土 满片沉土的是 1994年 第二张 绿意盈盈的是 2005年 another one here in 1994 2005 第一张图片也是 非常 我们说这个地方 满片荒地 这样非常荒芜的 这样的土地 1994年 2005年 是这样 充满生机的一片土地 now this makes me very very happy I think and we do this now with a lot of well very wealthy people that want to spend their money on doing good and you can do good by actually you know doing this but we need investors first and then we need financial investments from pension funds and companies but for doing good now you see the result 这个看到最后呢 刚刚我们说 看到这些图片 让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它最早呢 是一些 我们说一些 相对来说 资产雄厚的人们 他们愿意花钱 在这样的善举上 来做出这样的善行 之后呢 会有公司来跟进 那么我们希望 这样的善行 最终我们看到了 这样美好的画面 刚刚那个黄统高原 那个项目 其实是中国政府 可能是来资助的 但是全世界 还有很多 其他小的项目 现在都在进行 所以在我的上海 我终于说 我讲了 什么我说了 那么 所以 所以 需要保持 人生 费用 成统 费用 成统 费用 费用 成统 费用 成统 我们需要 去终于 继续 继继继续 可能你再重复 我們必須認識中的農產地製 yap 100,000 km2 ,オイル type從我們要道具vol無力 而 obese,水産水有所額,真的很影響, 而是 solar的,亦生说也是水産属, 而我们不想工事成交较大学的 Amer救生, 我认为,当它是参丰事的, 它可以几乎公共有利润的利润。 我的第三点是,重点。 尊重不同的社会 因为它允许多个生产生的服务 其实我们需要长期的系统的方法 而不是短期的利益 而这对政治家人很难 我认为土地是基础的 好的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我讲了些什么 首先我们说的基于这样的理念 人 地球和我们的获利 今天我们讲的主要是生物经济 它最重要是形成这样一个循环 一个循环的生物科技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 对于生物科技和技术方面 要很大的形成这样的一个革新 同时我们要有这样的意识 在农业当中我们可以形成生态的循环 我们的能源很多可以来自于太阳 不必依赖于几百英里以外的核电站 来给我们提供能源 那么太阳可以是我们提供能源的 同时的话呢 我们其实尽量将能源本地化 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在当地 使当地更加的受益 再一个最后一点 我们提到的是多样性 保持一个多样性的发展体系 它并且如果从政府的角度来说 希望可以着眼于长远的利益发展 而不是短期的目前的利益输出 那是我的最后一段时间 我只想要提供 我认为你学习的了解 估论的是 何自然给自己的感受 与自然之间的感受 联系也是 这种感受到之间的 最佳的方法来得真的 在与自然的感谢 与自然之间的方法 for all of you to work with nature not against nature and to bond with natur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Professor Vett and from your speech I have seen the hop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the welfare for the whole human beings Thank you and I'm pretty sure there's so many audience want to ask you questions and now it's our Q&A session and so who want to ask Professor Question please raise your hands one person each question question it to be key to the point and introduce yourself briefly and where you're from Ye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our Louis-Flighter professor who had such a wonderful presentation and now we're going to get into our second conversation I believe that you have not been able to see many of us have been able to raise our hands and now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what area All right, let's start with the course of your career The course of our Louis-Flighter professor can we choose the rest of our experience? Do you want to choose your… Do you want to pick by yourself or…? Well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he one there? Yeah! Okay! Close to the microphone 首先非常感谢教授的演讲 收获很多 而且我觉得应该要感谢一下翻译 就是非常精准 也是觉得就很开心 先感谢一下 掌声响起来 这个观众 谢谢 这个观众 这个观众 非常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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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 这个观众 我是李威 来自北京大学 然后我有一个问题 是关于环保性经济的 就是绿色经济 总体而言的 因为您是相关的专家 然后我会有一个小的疑问 首先我是百分之百支持 这个绿色经济 或者环保性经济的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 它在推广和发展的过程中 也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一些研究显示 绿色食品 或者说有机食品 它的生产和维持 可能有更高的碳排放 还有现在的 比较火的共享经济 比如说被誉为 新四大发明之一的 共享单车 它在投放的过程中 也会有一些 资源浪费的问题 还有背后的资本运作等等 那因为您是相关的专家 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推行 环保性经济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阻力 而且这个 环保性经济 可能也有一些新的问题 就是你在发展的过程中 会遇到更多的问题 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下例子 或者介绍更多 关于对应的方法 就是环保性经济本身 也是一个 自我不断完善 和发展的体系 然后我希望您能够 解答我这方面的疑问 谢谢 OK his question is he says that he is very interested in this ecological or environmental friendly economy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presentation he learned a lot from it and his question is now these days with this kind of promotion of this ecological econom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accompanying it for example in China these days we have this shared economy you know the bicycles people share but it will arise another problem it's the waste of the economy so during this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ecological economy are there any examples you can give us that we find some problems and we finally solve the problem yes this is a very good point because we see the rise in consumption 3 billion people let's say middle class people that still want to live like people in the west so you see a rise in consumption of technical goods too but at the same time I see a possibility of keeping that material it will much more in a technical cycle We see that with car batteries for example that electric batteries of cars can be perfectly recycled OK 谢谢你的问题非常好 随着我们说人们的消费的这样的欲望不断的上升 因为全球有30亿的中产阶级 他们可能都想要过上西方人这样比较优越的生活 那么这时候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我认为这里面最重要的点是 我们可以使技术再以循环 它可以不断的循环利用 比如说汽车的电池 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循环再生利用 这里有个很好的例子 教授说这个iPhone每个人打开里面 iPhone的部件里面很多的部件 它里面是有金子的 教授说那你从这个iPhone的部件里面提取金子 要远比你从金矿当中来撰取金子要容易很多 这个地方提到就是说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 我们把它称之刚刚这个 就是我们从这个城市产生大量的 废料和废物当中提取用的资源 把它称之为叫城市采矿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可以 现在目前正在推进整合一种 新的流程的整合资源 来更好的从废物当中提取资源 那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观点说 教授说在场可能又有一些同学是 比如说未来的工程师 或者是您是化学家 那么我们这里面有种思维是 你必须要进行创新 比如说就是从我们那个 废旧的大楼 它那个砖室当中 其实可以提取很多的这样的资源的 而不是我们再去开矿 从里面开采我们所需要的资源 这里面就是说 除了我们在这里讲的佛教的 我们说的幸福的资源之外 可能我们从技术层面和生物层面 要把资源循环利用起来 使得一切它可以是循环再生利用 这是里面最重要的创新点 谢谢 希望这个对你有所帮助 这样的回答 是的 我们要再次提醒一下各位 每一位嘉宾只有一个问题的这样的机会 最好用解明额要的方式来提出 接下来我们的互动环节将会长达30分钟 再一次谢谢各位 好 继续来看看哪一位提出 I see so many waving hands Well the lady at the back has been waving for me for a long time 后面那个挥手的女生 非常感谢教授 你好 我来自中国北京 非常荣幸今天听到你的演讲 受益与匪浅 我有一个问题想向您提问 是关于循环使用方面的 在中国或者一些发展中国家 因为过度的开发造成环境的严重污染 从自然界直接取得的植物当中 就已经产生了污染 这样会对循环使用造成二次污染 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关于这方面您又提到了有机农业 那么未来在研发及开展发展到过程当中 是否能降低一些成本可以在发展中国家使用 非常感谢 我来自北京 谢谢你非常感谢 我来自北京的讨厌 我真的学习了很多 所以我的问题是 我现在要讲到 这种类传统的 或这种类传统的 的经济 我的问题是 在一些 developing countries 他们已经有这样的 或许多传统的 但问题是 这种类传统已经被损造成了 如果我们把它们放进更多的继统 它们会被损造成更多的 你怎么会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 有很多的损造在世界上 而且在损造的土地上 我们有生产生的服务 我们知道 有很多草莓 可以在这种类传统的 所以在这里也有很多科学 我们可以与自然而解决的土地上 但是我们必须要阻止 the poisonous mining and the pollution and especially I think we do need a very good industrial waste system in China in India yeah I can talk about that for a long time but yes we do need the logistic side of not letting poisonous waste go into the environment that is step absolutely step number one and then instead of putting that waste into nature we should use the waste to do something with and to make money with become rich is great is fine as long as you do it in the right way OK 是的 确实存在很多这样的污染问题在这个世界上 包括土壤的污染 但是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一点 这里面重要理念是我们与自然合作 那么呢 其实在土壤当中很多的细菌 它是可以分解这些污染物的 这是第一个概念 这是第一点 同时的话我们很重要的是停止 这样非常破坏性的 大规模的这种开矿 开产矿藏和污染性的活动 再一个就是说我知道在中国和印度有很多这样的工业的废物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重要的理念这个地方是 我们不要把这些废物再倾倒回自然当中去破坏自然和环境 而是我们来利用这些工业的废物 用它来生产 用它来赚钱 而不是把它认回到自然当中去 谢谢 OK Thank you Excuse me I think he has the second Chick ha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question is that now we talk about organic agriculture how can we reduce the cost of agricultu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ost of agricultu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是常常… 我 sorry,是organic, he means organic agriculture. How can you reduce the cost of organic culture in duality countries? Well, conventional agriculture is also expensive because of the pesticide use and the artificial fertilizer. Artificial fertilizer has phosphate in it and nitrogen. Phosphate is a limited resource and so the prices go up of artificial fertilizer. If you have good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I mean high productive agriculture, and I'm not completely against the new technologies. We have good technologies to enhance plants, so don't get me wrong, it's not going back to the Middle Ages. It's high productive agriculture, but with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that has not a rising cost profile. You can also do it by reducing your costs for pesticides and artificial fertilizer. In this case, there is a mistake.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does not mean its production. It's very low. So, okay, that's it. Thank you. Okay. Next question. Hello. Okay. My name is Arthur. I come from Germany. It's my appreciate to listen to your presentation, Professor Bait. My question is according to your career experience. So, do you have some good suggestion how to balanc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 don't see it as a contradiction. Science gives us the right technology, but technology can also be used in the wrong way, for sure. That has always been the case. So, it's the choice of the people how and which technology you use. And if we use technology to work with nature, I think it's great technology. But if we use it against nature or against people, then it's bad technology. But the science, scientists are curious. They want to know everything. You're not going to stop that. But I think it's also important scientists think of the ethical side of it, of course. But it's the choice of society how to use the technology.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I will tell you about this question. The question is, Professor Bait, how can you tell me how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fessor Bait said, I don't think that these two things are conflicts and conflicts. Actually, it's a lot of people's choice. To see how to use this technology and how to do it. Many times we say, if this technology can be used to collaborate with自然, and it's important for it. With this, it i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side. It's a good thing to collaborate with human. It's a good thing, it's good. It's a good thing to learn. If you use this technology to be able to interact with our human side, it's fine. So it may be possible to understand the human side. So it's more of course it depends on the human side of it, but not the human side of it war. It's not the human side of it. A lot of people are interested in the human side. And we may look for certain possibilities. But there is something for us to use for this right skill. We take care about some kind of skill and with methods. What are you doing? 我們來對技術的使用進行規範 好的 我其實看到Rameche掌握了他的手 好 我想他有些問題 誰掌握了 Rameche 在第一次舞台 對不起 我正在看攝影師 是的 我們的嘉賓也有很多一些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這個時間 來看看我們現場的 刊部 大師 你好 提問有點緊張 他說他有點緊張 我有點緊張 特別感謝路易斯教授 講得非常好 我想問的事情 美國總統川普 他要推出巴黎西語的這個觀點 你是這麼看待的 我不是環境學的科學家 但是我有時候聽到他的有些話 就覺得因為美國比較強大 所以他的有些預言 會不會我們的環境保護方面 就是是不是出現一些阻礙 你作為一個環境學方面的科學家 對這件事情是怎麼看待的 怎麼應對 就這件事情 謝謝 其實這種事 我不是感覺到 耶ogretin 的確mund 剛剛全是 表示當我們 我們知道 美國總統川普 他說 如果中國 昨天 會從 精許 取 傳人 所以作为科学者,你认为他可能会有这种影响的影响 在世界的影响和影响的影响 所以作为科学者,你认为我们的思考? 我们不喜欢情感受害,但我们是很害怕 很害怕 另一方面,我认为我希望在中国 中国有问题,但它们也有能力去改变 像这样一样 首先教授的回答也非常幽默 他说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太喜欢表达愤怒的情绪 但是这件事情我们确实非常的愤怒 对于他的言行 另一方面的话 我们觉得说其实我们把中国放在中国的身上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可能的污染 是这样的一个曲线 但是我们觉得中国这里污染力度 是这样的一个更高的曲线和力度和举措 OK I hope that answers your question I think Europe is also not pulling out and I think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s very united about this it will go on it will go on we will not let it go and you know why because it actually is a big exciting challenge to change the system right OK 就是教授说其实科学界是非常团结的 他们非常抵制 就是说他们不可能是因为就会放弃了 对于环境的保护 或者对于空气 环境保护所做的努力 那么这其实从更反面是一个刺激 我们会有更大的努力 来对整个体系做出一个改变 对于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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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question 好 我们继续在现场众多的朋友当中来看看我们的路比斯巴特会青睐哪一位 你会选择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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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pointed here OK This gentleman here You mean In the white OK 又是这一位熟悉的面孔 Thank you professor I have no preference 刚才已经是有这样的机会了 I would like to echo Ken Po and Pochase But you have been very kind in answering that question about Trump I would like to add in one or two sentence to my feeling about it This is a great very profound presentation You want to translate all together? Please go and finish your question please And to me the religion has taken thousands of years To inculcate To bring in the inner growth in people But when religion came 2,500 years In Hinduism 4,5000 years back These problems were not there Nobody was chopping trees so much As much as we do today Or killing people And going for war So Talking about religion And disseminating Converting Whatever Different religions do different kinds of things But at this time I think The This particular Cause To me Is more important To recruit for The youth Than religion I will call it A new religion Environmentalism Not Hinduism Or Buddhism Or Christian Or whatever So My question now is From your expertise I'm ready to help I'm ready to work for it I'm ready to work for it If you want What kind of support Do you need From Not from China Or from India Those are names From the youth of these countries And what kind of measure If you concrete measures In three or four steps You would like us to do In order to stop This insane world From going on war In order to exploit The oil In other natural resources As you rightly mentioned The short sightedness Of these Politicians But Maybe they don't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long term benefits As you mentioned Sun plus carbon dioxide Can be converted to fuel So my question in very short Is any concrete measures In few steps Which clearly we can understand Which we can as youth I'm not so young anymore But billions of young people Can really do Otherwise Countries will not do I know that Trump will not do Thank you Well 我说一下他的問題 他的問題兩句話 意思就是說 對於年輕人來說 教授可以給我們什麼建議 有些什麼樣具體的舉措 可以做到這一點 Oh Oh That's a very short one Oh okay 是的 其實我覺得我的問題 就應該是言簡易蓋的 I was meditating Actually I think it's a very very good point We have all scientists here So the first thing is You look within your own scientific field For possibilities For sustainable innovation possibilities What you are going to do You must be A sustainable innovation Whether you are in law In medicine Or in chemistry Or technology It doesn't matter Or sociology Remember It must b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Whatever you do So that's one thing Second is Naming and shaming I'm sorry but it helps Because you are on social media You can join Movements To bring the best To the front And to mention The badness Of other developments And you can do it together Is that too much That's the second one Let me first finish the two points 這個我們先說一下 第一點呢 就是說在座的我們作為科學家 那麼大家可能各自有各自所存在的科學領域 所存在的科學領域 不管你是在法律方面的 還是醫學 還是化學技術 或者社會學方面的 那麼我們都可以在自己的學科領域方面 來尋找這方面的可持續發展的創新 最重要一點是不管你做什麼 我們的想法和初衷是要與自然和諧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說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呢 社會媒體社交媒體非常的廣泛 我們作為年輕人可以參與這樣的一些媒體的活動 那麼我們把好的活動運動 把它不斷的參與到 其中讓它呢 不斷推廣出去 同時呢 我們也對他提到 如果哪些行動 或哪些這樣的做法 或技術是不好的 我們可以把它盡量的讓大眾知道 來這樣的器惡揚善 And another Or maybe Maybe it's two Another one is That's easy to say Perhaps for me I see in the Netherlands But through the choice For what kind of leader you have You can influence this We need political leaders Other than Trump You can see the difference We need good political leaders That do this But we also have business leaders And we have some very good multinational business leaders I mentioned Interface for example Multinationals that say I want to do it differently I want to create other values And so choose where you're going to work Choose which politician you're going to follow I think that's very important 還有最後一點提到就是說 其實選擇什麼樣的政治人物 或者有影響力的人物跟隨也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時候在這方面 當然如果有非常英明的政治領袖是非常好的 但很多時候我們也可以選擇 跟隨很多英明的商業領袖 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那個跨國領袖 Inter...What's the name of it? Oh Interface Interface 就像這個公司 他們有非常有政治著見的這樣的商業領袖 那麼這個 他們會來有明明的選擇做出來 我們往哪方面去發展 以怎麼樣的方式來推進我們的革新 所以這也是我們可以跟隨和選擇的 OK OK So I'm so sorry to say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last question Can I...Can I... Before you close me off Can I just say one thing? Of course Which I forgot If you go to Commonland There is a MOOC A MOOC is a 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 So there is a free MOOC that you can do on ecosystem restoration So go to commonland.com I think And then there is a free MOOC It takes 7 weeks for business models Also on ecosystem restoration Please look at it and bring it to your country Or go to big companies and say let's do it together You know But action I mean you must do the action Right? OK OK 最後呢 教授提到一點 跟大家作為補充的 也是一個我們這裡的資源分享 說大家呢 上網 可以上到這個網站 叫 commonland.com 上面呢 它有一個叫 MOOC 我們知道吧 年輕人 MOOC 是免費的網絡課程 叫 MOOC 這個呢 是個免費網絡課程 有7週的課程 它呢 上面給了你 如何的我們說來進行生態系統的這樣的恢復 那麼上完這個課之後呢 你就會學到這種商業模式 那麼這種商業模式 你可以帶到你自己的國家去做年輕人 或者是說你拿了這樣的理念 帶到其他公司去說 我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OK 我們要特別的感謝我們的16號這位嘉賓 您的一份執著和堅持認真感動了我們 所以呢 我覺得實至名歸 這樣那個機會就應該讓你來擁有 好 來自我介紹一下 簡單的來提出問題 你好 你好 我的名字是 Bert 從德國 我願意提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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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ng a vegetarian does help a lot 所以 它有大影響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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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我願意提出問題 人們 在這部位置 誰是生物 可以請你 拿起來 用手 大家閉上 看誰是素食主義 大家舉手 我也是 很棒 我覺得我們能幫助 這問題 我想要請你評價 為何你的講述不成功在你的講述 因為我在一個佛教室的講述 那是有趣的 不,我會進去 請問你的質問是 為何我沒有聽清楚 為何我講述在這個講述 你的意見 因為這是我們說的一個佛教的會議 剛剛這個提問者說 為什麽你沒有提到說 比如說我們很多的動物經濟 它會有很多的污染 為什麽你沒有提到這個 是的,我經常都會在我的講述 因為它是絕對 它是一個最嚴重的發展 是因為這三百萬人 現在想要一個更好的生活 想要吃肉 吃肉是非常嚴重的環境 因為它是更嚴重的食物 而是要吃肉 吃肉 那是整個想法 現在為何我沒有提到 我沒有提到這裏 因為我知 那些人們會有些人 在這裡 所以你知它 但你做它為一個不同的原因 但是… 對… 我加上一句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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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 你… 在外國 阿 Whitney 我們… 你… 你不太擅長 可以 我…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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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東西 教授最后一点是这样说的 说提到为什么您在这里面没有提到 吃肉对于环境 整个能源消耗所造成的破坏 教授提到第一点 因为首先没有必要 大多数可能在场的都是素食族裔者 所以我不存在这个问题 同时和他提到了说在德国 德国人吃肉很多啊 是吧 还有在荷兰和美国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主题提到了 最终一点是创新 那么是否对于这些吃肉的文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可以制造出来一种食品 它的味道跟肉味是一样的 但它是来自于其他的植物 或者是有这样 这就是我们今天最终的观点 用创新来改变世界 谢谢 谢谢 好的 再次感谢 您再谢谢 Professor Vitt 这种话和观众一起的 谢谢 是的 我们要再一次感谢 我们的Louise Vite教授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互动问答的环节 同时要特别感谢的是 旁边的这一位非常知性大方 非常多才多艺的翻译 亲爱的朋友们 掌声再次送给两位 谢谢两位 辛苦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